歡迎收看健康2.0 我是姜文君 我是薇如 天氣漸漸變冷了 大家就要小心一個毛病 就是所謂的腦中風 因為冬天溫度比較冷一點點 另外如果你平常情緒太激動 也很容易腦中風 而且你知道嗎 如果是嚴重的腦瘤 死亡率竟然破三層 所以腦中風越來越可怕 為什麼 因為他最近還年輕化 很多人覺得腦中風 可能就是一隻手腳沒力 但是不是 有時候只是單純頭痛 或是頭暈 都有可能是腦中風的前兆 是 而且根據美國心臟協會的統計 在過去十年當中 五十歲以下的年輕人 因為中風而住院的人數 竟然增加了百分之四十次 意思就是說 年輕人們 你們要注意中風的風險 對 大家知道腦中風 是一個搶時間的毛病 所以當你懷疑一個腦中風 其實很簡單 你就先叫他笑一下 看他兩邊的臉有沒有對稱 再叫他講個話 看講話會不會含糊不清 另外就叫他手舉起來 如果手會這樣掉下來一隻 就可能真的是中風的前兆 記得有黃金三小時 當然預防永遠剩餘治療 今天就要叫他怎樣 來預防腦中風 沒錯 因為腦中風 發生的當下真的很難去遇 而且通常都會危機到我們生命 甚至有歌手是在演唱會的過程當中 竟然就腦溢血了 麗華姐 是啊 你知道講到 這個日本的英景敦斯 日本視覺系歌手 他們是曾經三十五週年 他的這個老樂團 那今年他們這個準備要巡迴演唱會 結果就在神奈川的這一戰的時候 突然他其實覺得今天的狀態就不好 那他就是事先就有感覺 其實我覺得人都有感 但是為什麼還會努力的上台 為什麼撐下去是什麼 粉絲 他就想說應該還可以撐一下 結果他開始上樓梯的時候 就有點亮嗆一下 他就覺得感覺不對 後來唱到第一首歌結束 再接第二首的時候 他趕快跟工作人員講一下說 可能給個椅子吧 第二首歌就坐著唱了 到第三首的時候 真的撐不下去 趕快招手過來 工作人員就把他攀扶的到醫院去了 這時候經濟公司就馬上發佈說 這個雖然他人是意識清醒的 可是我們還是要送到醫院 把他做一個觀察 大家就開始集氣了 希望我們這個主唱平安 結果經濟公司發佈的消息 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金錦奈斯 那個診斷為腦出血 不幸過世 享年57歲 好突然 整個音樂界就說怎麼會這樣 怎麼太誇張了 怎麼還送去當天就走了 結果他就想 這個會不會太年輕了 我告訴你 日本有 韓國也有 無獨有 韓國也來了 這個金泰銘 大家就想說他是主播 其實不知道 他可是足球隊的這個 所謂很的 所謂的明星選手 他還被稱為就是南韓的 李以榮的接班人的態勢 很強 而且非常的正面 因此後來他就被 就是網羅到這個2008年 就擔任這個教育節目的主播 一直到這個2012年 還獲得文化獎的特別獎 都不錯 那一如往常 今天就播報了新聞 很開心 就回家了 他想一想 回家之後吃完飯 當然就睡個覺 這一睡 只要你發現腳不行 怎麼會這樣子 你趕快趕快就送醫 到醫院想說奇怪 怎麼了 怎麼會這樣睡不行 結果他說什麼 宣布死亡 怎麼早上還在廣播主持完 怎麼中午睡個覺人就走了 答案是什麼 剛剛那是腦幹出血 這個是腦出血 怎麼也是這樣 57歲這樣 然後我這45歲也是這樣 可是我跟你講 不是無獨有二 而是沒有二就有三 日本 韓國 臺灣的 我們這個更年輕了 43歲明代 他是怎樣 你知道 朱一鈞 朱一鈞 他是一個非常幽默 很快樂的這個年輕人 那他當了三代的明代 但是最重要他是國民黨 這個視為這個終生代的明日之星 結果你知道他那天一如往常 做完這個服務之後 就叫了外賣 然後大家吃吃 然後收拾工作 準備10點多回家 開到一半 突然覺得這個心臟都不舒服 然後覺得人很不舒服 趕快打電話 趕快送到醫院 趕快搶救 經過了搶救之後 有好一點 然後就回到家休養 但是實際上沒有到說完全的復原 可是你知道我們最近聽到的消息 就想說我們期待他出來 因為你知道嗎 朱一鈞他有個名言 叫做鄉民一句話 不怕做到肝硬化 他每次都帶著他的小狗 跟大家民眾服務 可是你知道 聽到的不是他又要出來 為大家服務的這句話 而是什麼 腦出血 然後死亡 因為感染的肺炎 但我們覺得 他43歲怎麼會這樣 其實看起來這幾個都 其實都算是年輕 57歲 45歲 43歲 就請一下研醫師 因為他們好像有所謂的腦出血 也有人在講說腦幹出血 這幾個位置 出血的位置不一樣會影響到症狀嗎 而且腦幹出血是不是特別嚴重 到底為什麼會這麼嚴重 是 沒錯 因為其實我們腦出血 是整體死亡率 大概真的是將近三成左右 沒有錯 腦出血常見的位置有五大的位置 例如說我們身上大腦皮質的地方 那邊會出血沒有錯 比較常見的肌底核那個地方 也會出血 肌底核就是我們神經纖維的交流道 所以那邊出血之後 就容易對策無力這樣子等等之類的 那接下來腦幹出血 也是蠻常見的 很中間 可是腦幹是我們生命的中樞 包括我們呼吸 心跳 血壓 都在那個地方 所以一旦出血就很危險 小腦出血也是 小腦出血沒這麼容易被察覺 但是他就在腦幹的隔壁 而且小腦這邊 旁邊的空間非常的小 當然出血只要超過三公分以上 就容易壓迫到腦幹 所以進程很快 所以說腦出血 為什麼會這麼嚴重 因為他會影響到我們整個大腦 那我們怎麼知道他嚴不嚴重 其實我們臨床上有五個東西要看 知道他嚴不嚴重 第一個是年齡 昏迷指數 年紀大於80歲比較差 我們昏迷指數 我們用從病人的眼睛 語言 和手腳活動來看 從3分到15分 所以昏迷指數 一開始昏迷指數的嚴重程度 第三個是血塊大小 能夠大於30CC 第四個是血塊的部位 是不是有腦幹的出血 第五個就是他會不會影響到 腦水的一個循環 水腦症的情形 所以這樣情況下來講的話 如果說分數很高 甚至死亡率是接近100%的情形 所以腦幹來講的話 就是真的是很危險的情況 像我這邊就可以分享一個 我一個案例這樣子 我一個案例 基本上來講 他就是個73歲的阿伯 他當時 2013年的8月的時候 他那時候來 來的時候 他整個是我們紅色框框 是腦幹的地方 那這邊就是個出血 整個出血從腦幹出血 到小腦的一個地方 位置還滿大 當時的昏迷指數 就只有四分 四分 我們腦死是三分 四分其實是最差的情況 整體的腦出血指數 算起來死亡率八成左右 八成左右 可是家屬很積極 很積極 他說 因為是我們拚看看好不好 我說好 沒問題 你們拚我也拚 這樣子 對 八點多來 我們十點多開刀 開刀凌晨六點這樣子 其實基本上來講 後來經過三個月的治療 比較感人的是 他隔年的端午節 親手包了種子 送來我們 有恢復 有恢復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有時候 的確死亡率剛才八成 但是有時候 家屬的照顧 還有血塊 他是雖然是腦幹 可是稍微偏腦幹的 表現的位置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還是有兩成的機會 是可以好的恢復 這樣子 所以如果真的腦中風的時候 除了要醫生快速的介護之外 其實後續的復健家屬的幫忙 其實超級重要 欣北 你說一般人的腦中風 有所謂的黃金復健期 而且還有一種中風 叫做小中風 他雖然會恢復 可是你說他事後 會一直在中風的機率 也是非常高是不是 對 其實很多人都很想知道 我要什麼時間 趕快先開始去找醫生 去做治療 其實我們常常會講 有一些前兆 他可能不是在這個當下 更早以前就有一些暗示 而這個時候 就是你真的開始介入 積極治療的一個時候 這名字叫做暫時性腦缺鞋 其實暫時性腦缺鞋跟腦中風 是非常類似的 他一開始發生症狀可能一樣 比如說你可能是手單手無力 你可能是不太不穩 你可能是有單側腹式 但是這些症狀 在真正的腦中風 是可能就會一直持續下去 暫時性腦缺鞋 通常他的症狀 可能只持續一個小時 甚至只有15分鐘 那通常在24小時內就會緩解 那也因為這個關係 很多人其實覺得 我沒事了 我回復了 我已經過了鬼門關了 可是其實有很多研究都發現 當你出現過一次這個狀態 可能你未來的發生率會大幅度上升 我們來看三個數字 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出現過這種所謂的小中風 你未來平均發生梗塞性腦 就是缺血性腦風的機會高達三成 第二個是 當你發生這個的時候 這一個禮拜 其實是很重要要觀察的時間 七天內再發生中風 是8到12% 也就是大概有一層的人 這種機會會在這一段時間 就再發生再一次中風 那如果你這個小中風發生了一次又一次 不停的發生 其實就是個很高的暗示 你的心血管要調整 你的各種血管的問題要調整 因為可能九成的機會 你未來就會發生所謂的大中風 我印象很深 是我有一個病人他的爸爸 那個時候這個病人跟我很好 所以我們會聊天 有一次他就說 他跟他爸爸去慶祝 慶祝什麼呢 就是他爸爸其實發生過一次小中風 那時候其實只是一個 很不明顯的症狀 醫生就說這個叫做 就是所謂的TIA 那就說那就回去觀察 家人都覺得太幸運了 就是從鬼門關走一趟 但是以我們家一科醫生 我們的直覺就是 通常會發生這種 可能心血管問題要調整 那時候我就看他的報告 不對 他膽固醇很高 他血壓很高 所以我就一直跟這個病人說 你的爸爸一定要不管去哪裡 一定要去處理這些問題 其實這個爸爸不喜歡吃這些藥物 所以他就一直推託 一直推託 再過了好像六個月不到的時間 下次聽到這個消息 就是爸爸再一次倒地 可是這一次就變成是大中風 然後幾天後其實就不幸離世了 所以還是要特別提醒 其實最好的前兆 就是假設你真的發現這個 是老天給你一個小小的暗示 一個好的禮物 一定要開始去在心血管方面 去做一些積極的調整治療 沒錯 中風跟我們的三高 還是息息相關 平常就要好好保養自己的身體 吳醫師有查理 可以幫忙我們降三高 我們的中藥材 這雖然是藥材 但是其實是植物 但是他長期吃起來 他對跟著很多的藥理研究 他還是有一定的效果 比如說我們今天介紹這個清血茶 第一個我們用的就是這個絕名子 絕名子對我們的眼睛 我們知道他可能讓我們看起來很亮 然後可以清乾 明目 但是他對於裡面的絕名子素 他對我們的膽固醇 他可以吃下去或者在喝的時候 他可以讓我們腸道 對於膽固醇的那個什麼 吸收 降低 然後當然就可以代謝可以增加 所以他這個血脂 膽固醇 這個部分都還不錯 當然他吃了也會讓我們 因為他裡面有大黃素 所以吃了也會讓我們 緩洩軟變這樣子 所以有些常常不吃青菜的 這個部分也可以 或者有一些一用力 血壓就高了 所以他基本上這個絕名子 是可以吃的 然後再來我們用的就是 我們的這個山楂 山楂大家都是酸酸的 其實它山楂素 在我們中藥來講 它也是可以有點 活血化育的效果 那還有它可以消食肌 所以說有時候吃太飽有沒有 吃點山楂糖 幫助消化 所以它這個部分 對我們的血管這個部分 也有一個增加代謝的效果 那還有就是我們用到一個單身 這單身 這個古時候的醫家 跟我們現代人都常常用它 尤其我們現在的醫生 還有一些健康師朋友都用到它 那他也是可以活血化育的增加 你的身體裡面有時候血太濃 血太濃了 我們那個血小板的那個很黏的 濃稠 濃稠這個不可以降低 然後加上一個 顧我們管壁的枸杞子 跟我們滋養肝腎 再來一個就是陳皮 它可以健皮去濕 所以整個中藥是不會太難喝 喝起來是屬於那種 可以長期調整的 那最好再配合自己的體質 來做一個增減 瞎減 會講好 其實我們都知道 腦中瘤跟血壓有關係 可是我們常常有 我現在去量血壓 200多 也好好在那邊走來走去 對啊 血壓跟腦中瘤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而且血壓到底要控制到多少 其實其實真的 高血壓是一個跟很多疾病都有相關 其實基本上來講 八成的腦中瘤是跟高血壓有關係 對 那如果比較高血壓 他沒有高血壓的病人 腦中瘤的機會來講的話 高血壓的病人發生腦中瘤的機會 比沒有的是2.4倍 2.4倍 所以反過來講 如果我們好好的控制血壓 的確可以降低腦中瘤的機會 所以研究是告訴我們說 收縮壓降低2 就可以降低10%的機會 如果降低可以到5或是10的話 就可以降低三成的腦中瘤的機會 所以說很重要 我們一般來講是建議控制在140 收縮壓140以下 然後輸張壓90以下 那正常當然是120 80 那如果高於160 100 我們就要提高警覺 如果收縮壓高於180 輸張壓高於110的話 那就真的要好好的去治療他了 這樣子 那其實不只是一個絕對值 相對值也很重要 所以一個人平常來講 他的血壓不管多少 但是臨時很大的一個起伏和波動 就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就像我們在急診 我們常常會遇到什麼 很多三不五時遇到馬上峰的病人 直接從某退後 或是路邊的停車場 直接送過來這樣子 對 那因為這個就是太興奮 顯然一個標高造成的 那當然我還有個比較特別的案例 就是他受到驚嚇 他也會 到腦中瘋 所以不要隨便嚇人 對啊 是 他就不小心 他騎車去買個粽子 騎得都好好的 被人家撞了一下 撞了一下倒地之後 他其實人也好好的 然後想說 在救護車送來醫院之前 突然就昏過去 一來 我們以為是腦外傷 就不是 他有帶安全帽 是個腦中瘋造成的 然後那時候 這個是有法律上的問題 中瘋之後發生車禍 跟車禍後發生中瘋 那法律責任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還特地去調了監視器 去看一下他真的是好好的騎車 真的是被人家撞 起來說真的還好好的 是過了一陣子的時候 才倒下去 才倒下去這樣子 對 那所以說像這樣子的驚嚇 他也會覺得血壓一大的波動 就腦出血了 是這樣子 其實腦部的健康真的很重要 不過現在常常都會覺得肩頸酸痛 肩頸僵膩的時候你都會覺得說 可能就是肌肉太緊繃 去按摩就好了 但是小心喔 你可能是頸動脈狹窄囉 我們廣告之後來告訴你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江峰醫師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最新影片的訊息喔 另外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 對你的健康有幫忙的話 請幫我們按一下 影片下方的超級感謝的按鈕喔 表達對我們的支持及肯定 謝謝大家